台中市由一名遭到表姐圈禁阳台的男子 在经过了社会处待网了医院验伤之后呢 最新的报告出炉了 因为呢从民众所检举的画面看到说 他是受到了鞭打有颈尖部啦 还有头部跟胸部 但是都没有伤痕 而且呢右手臂跟臀部的大平御亲跟抓痕 并不像说是外力所造成的 所以呢社会处是目前没有达到受虐的程度 把这个男子送回原表姐家 被圈禁阳台的男子 社会处将他送医验伤 根据最新的家暴事件验伤单 包括了头面部 肩颈部 胸腹部 检验出来没有伤痕 但右手臂还有腰部臀部 有明显的大片瘀青和抓伤 但社会处却认定没有受虐的问题 也不会强制安置 诊断书是这样的结果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他有受虐的状况啦 所以我们目前暂时没有要做紧急安置 邻居拍下这样子的画面报警处理 社会处一开始还认定是邻居的纠纷 从检举到社工单位介入 足足晚了两三天 有一些噪音 有一些这个安宁的问题 那所以当然警察的部分 可能就那个部分去了解 那另外他说有通报我们社会处 其实我在就这个资料上面 并没有收到所谓明确的通报 他是不是有打过113 由于认定是否家暴的社工单位强调 必须验出伤势 是由外力所导致才能介入 如今这名男子又被送回了涉嫌圈肩的表姐家 但未来会不会再度受到这样子的对待 基于社会观感一切依法办理的社工单位 可得多费心呢 中天新闻陈思源朱显明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